这个皇帝想要二十万零花钱 却被首府直接驳回 最多只能给十万两 堂堂皇帝全天下都是他的 却还要看一个臣子的脸色 万历心中有些不痛快 对皇帝的花销卡得这么紧 可张居正自己却奢靡得很 据说这次回乡就做了三十二人台的大教 皇帝的作年尚且只是十六人台 三十二台大教那是大大的为之了 听说他那教的那套能办公 还能睡觉 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小丫头 就在里头陪着 张居正自己都如此惬意 对皇上却是严加管束 要点小钱都像是要了他的命 十六岁的万历生出力不从心的感慨 他已经大婚成人了 却依旧无法亲政 简直就是最窝囊的皇帝 母后亲口对朕说 三十岁之前别懂隐正的念 不能干预国政 又不能随意出宫游完 万历被困在小小紫禁城中 只能想方设法地折腾 听说京城最繁华的棋盘街 整天人声鼎沸 热闹极了 万历自己出不去 便动了念头 将棋盘街搬到宫里来 一切都一比一地仿照 棋盘街上的商户建造而成 宫中上万的丫鬟太监 都成了演员 陪着万岁爷演这一场大戏 万历看着 这前所未有的烟火气息 与繁华景象 眼睛都要不够用了 你看看 这儿像不像棋盘街 有 有基本上 难道说 棋盘街比这儿还热闹 那当然 这里毕竟是紫禁城 那临时的大景 那棋盘街 可是咱禁城第一街 万历如同刚进城的土包子 接连尝试了茶楼听书 与逛街购物 还像模像样地 与人讨价还价 一幅画就要五十两银子 要价也太高了 你报个十价 多少能卖 四十五两 就降这么一点 咱降的这一程啊 是画主给的水钱 万岁爷要买啊 这一程水钱 奴才就不要了 还是太高 再降五两 一天的体验下来 万历只觉得意犹未尽 外面的世界 竟然如此精彩 他要每个月 都在宫中办一次集事 让所有的太监和宫女 都学着做生意 可仅仅今天这一次 就耗费了几万两银子 若是每个月都开办 耗资过于巨大 不用问都知道 张居正指定不会批准 不同意 他凭什么不同意 他回家葬府 坐着三十二台的大脚 享受都超过了 朕这个当皇帝的 这也没有说什么 朕要在大内办个集事 他凭什么阻拦 去 你现在就去 看看他是什么态度 万历对张居正 已经心有不满 眼下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这种小事上 顺着皇上 让他消消气 可向来铁面无私的张居正 却是说什么都不肯 他视作了三十二人台的大教没错 可也没花户布一两银子 皇上开办一次集事 耗资就如此巨大 绝对难以容忍 皇上虽然十六岁 但在我看来 他还是个孩子 很多大事没有经历过 无从判断是非 我们始终不能放弃 开导和教育皇上的责任 他的反对 让万历愈发不满 君臣之间的裂痕 也大的难以弥补